重播 好 那呢 我们就是先要邀请了 第一位候选人 周树正候选人 来 谢谢 我们时间开始 好的 在这里非常感谢所有的人 坐在这边愿意公民参与 在这里刚才也听到两位 很优秀的候选人 政长候选人 来谈论了我们的玉璃症 大家就知道 从过去的玉璃症 现在的玉璃症 跟未来的玉璃症 都在两位优秀的人才里面 道出了我们的地方 想想看 为什么大家还在讲 玉璃症 为什么没有进步那么多 为什么不叫雌房 那 先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三号的中树症 特别告诉各位 16年的问证经验 正名代表 监督了玉璃症公所 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强力监督了 我们的地方 希望能够更好 值得更好 今天 我们两位 政长候选人 提到了 都看到了地方 中树镇 如果走在 县议员这样的路上的时候 大家想想看 县议员有多么的重要 因为他们的政见 都已经道出了我们所有民众的心声 我们的大诉求 中树镇有责任 中树镇绝对有责任 为我们的乡镇长 来协助我们的地方建设 一起协助来 为我们争取 对南区对大数据的 这样的经费 带到我们花莲县南区市乡镇 一个玉璃镇的重镇 包括美丽的瑞穗 包括小额美的富丽 包括我们卓西那么 那么大的自然美 想想看 我们是多么多么的重要的 花东重古的 这么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县议员多重要 我们必须监督县政 县政府的所有的 合理的预算 如何的来编列在我们的南区 让我们的乡镇长们 用最好的计划 我们陪着他们 来推动我们的地方 这才是县议员的责任 县议员要请听民意 听之民意 解决民意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了解地方 中树镇16年来认识了四乡镇 因为我当任了 消防预销的大队长 我们跑遍了四乡镇 了解地方 所以一个要了解地方的人 要去当一个代议士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自己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因为你既然要选择 这个县议员的位置 你就要协助乡镇长们 你要协助正名所提供的 所以请各位看看 我的证件就在这里 请支持3号 你们给我3分钟 谢谢 谢谢 谢谢议员